看到這個歐洲國下部的四宮 是意大利對著洗瓣仔 最好在PK 意大利一四比利來勝出 來盡急這次的掛施 意大利救賣在羅馬的 讓我觀看比賽哭笑 希望在英國 我們本地救頂的選手 在你最好的PK 在五湯流血 他的對手是兩千塊 不會跟利航一年 拿到冠軍的洗瓣仔 兩對一個前三球 都沒有分出關係 到第四球 意大利成功破網 洗瓣仔救完莫拉塔 無力 最後一球 意大利的超級利諾 把球踏進去 就是跟洗瓣仔說 不用過比了 意大利在PK四比利贏球 正在掛施 洗瓣仔的優勢是 救完都很年輕 最優秀 這場比賽的現場 比我的年紀是 二十五月三百二十五天 其主張已救六十年 後來就國家背掛施 對索尼那一件 最年輕的嫌患 意大利的中高年聲林說 沒有人相信 他們有辦法 立即去掛施 嚴國 他們成功了 以大利這件贏球掉 跟對手相當無數的記錄 能夠三十三點 这个冠军他们的对手 正是另外一个所谓 英格兰和丹麦赢的对护 有始组世界冠军部的 伊塔利在欧洲国家会 只能在1990年 拿过一遍冠军 2000年到2010年 百分之去冠军 也不过都是拿到第二名 现在这半了 这个夏天比赛要不介绍 就拿个计划 要去当年参加欧文 说谢谢我们 五位您便宜